今天要來介紹 Common App 共同申請表 這個 Common App 可以申請超過一千所大學 在這個 Common App 的網站可以到 Find a College 這邊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它可以申請的學校 它不只是在美國的學校 同時在英國也有一些學校用 Common App 甚至在國際上 在墨西哥等等 在亞洲也有一些學校是用 Common App 在美國有將近一千所學校是用 Common App 的 所以如果學生要申請在美國的大學 那很有可能學生在申請的學校當中就會是用 Common App 所以基本上來講 Common App 共同申請表 會是學生在申請大學的時候一定會填的一個申請表 那另外一個申請表就叫做 UC Application 就是申請加州大學的 那今天這個教學影片來針對 Common App 去做一個解釋 那學生要申請大學的時候 會先在 Common App 網站上去註冊一個帳號 所以這邊是 Create an Account 然後如果是一個現在在讀高中要去美國讀大一的學生 那就是 First Year Student 如果是轉學生的話就是 Transfer Student 所以既然大部分學生會是高中升大學 那這邊我就選擇 First Year Student 當範例 Email 就填學生的Email 假設是這個Email 然後這邊再重新填一次 密碼呢就學生可以自己填一個密碼 那這邊有一些要求 它是一定要有這些滿足這些條件的 所以這樣子 然後這邊要看學生是什麼是要入學的 那這邊假設學生 現在是2024年 如果學生現在是要升12年級 那學生就是 Plan to Start College in 2025 年的 Fall 的秋季 所以就會選這一個 這是正常在填 Common App 的學生會選擇的選項 然後這邊要填學生自己的名字 這個是護照上的名字 所以學生如果護照上的名字不是 Alex 一個中文名字的話 那這邊就是那個護照上面的那個名字 然後如果學生有另外被稱呼的名字的話 那這邊就會選 Yes 所以比如說這邊可能是學生 台灣的學生這邊可能就是中文的名字 但是這邊想要被稱呼的名字就是 Alex 或是一個美國的名字這樣子 然後既然我的護照名字是 Alex 這邊就選擇 Alex 然後出生年月日 那這邊我就先用這個範例當例子 假設是 2022 年的 8 月 1 號好了 這邊輸入學生的電話號碼 然後這邊是永久的地址 那如果學生現在是住在台灣的話 那這邊就是出台灣的地址 那這邊就算是20次 對,這邊對,這邊都得到 等於再開放 有些電話號碼 這邊是一些隱私的訊息 所以這邊問學生現在是不是在歐洲 那如果不是的話這邊就選擇 No 有沒有希望收到commonapp的一些email等等 如果不希望收到的話那這邊就選擇 No 然後這個是一個使用網站的一個 這個必須打勾的 然後Create an account 這個先不理他 好,Create account完之後 學生到這一頁會先...一般來講會先進commonapp開始填共同申請表 那在mycolleges這邊是可以選擇學生到時候要用commonapp申請... 遞交申請表的學校 那我們可以在mycolleges這邊去挑一些學校 所以他說可以到college search這邊去選學校 那我們這邊做幾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我讀的哈佛大學 在這邊有像哈佛大學這種常存人的學校 也會有像是... 紐約大學... 然後這邊再多一個... emory好了 添加到這個申請表 好,那這邊就先添加三個學校當範例 然後進到commonapp這邊這邊就是填共同申請表的資料 好,那這邊在commonapp裡面的這些資訊是到時候會被寄到所有的大學裡面的 然後從這邊一開始就是學生的名字 好,這邊就是如果學生的名字後面有接這些東西的話 比如說什麼什麼二世或者是像Lebron James的小孩有junior的 那就會有這些 那一般來講台灣的學生不會有這一個 這個就不用就留寇 然後有沒有其他的正式的的文件 是有其他的名字 如果有的話這邊就是yes 沒有的話這邊就是no 那如果commonapp要聯繫你的話要用什麼方式聯繫呢 是家裡的電話還是手機 那這邊假設是手機 然後是這個號碼 有沒有其他手機如果沒有的話就是no 其他的電話號碼的話 這邊就是學生的族群了 正常來講台灣的學生會選擇是男性或女性 那現在在美國有一些學生會選擇他們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 而是non-binary或者是另外其他的性別的 那美國會尊重這些正常來講就是男生或女生 然後這邊一樣是男生或女生正常來講就是直接選擇female或male就好 然後美國現在會有這個說可以大家 叫我的方式可以不要用he或him 而是用vei或them等等的 那正常來講大家這邊也會是male的話就是he或him 女生的話就是she或her 然後有沒有在美國的軍隊 所以從軍正常來講這邊就是non 是不是西班牙裔或是拉丁裔的台灣的學生一般來講就會是no 然後學生會怎麼樣的認定自己的族群呢 是什麼樣的族群正常來講台灣學生可能就是asian 那這邊如果學生是混血兒的話那可能是asian再加上比如說white白人等等這邊可以複選 然後這邊看學生覺得是什麼樣的族群什麼樣的亞裔族群 學生可以選擇china如果你想要的話 那如果台灣的學生想要選擇台灣的話 像我當時在填申請表達的時候我就會選擇other east asia 就是其他的亞洲東 east asia 然後這邊我就會選擇我的east asia 的background 是台灣 可以這樣子選擇 好 continue 然後這邊是問學生有哪些熟悉哪些語言 那這邊我就會選擇兩個 然後第一個語言這邊我會選擇 它沒有chinese應該是mandarin mandarin就是普通話中文的意思 不是chinese是mandarin 那mandarin是我的第一語言 所以我會選擇它是first language 那同時我聽說讀跟寫 然後在家裡也是說中文的 所以我這個全部打勾 第二個語言是english 那english不是我的first language 但是我可以說我可以讀我可以寫 在家裡不是說英文 這邊我就不打勾 在這邊選擇我在哪邊出生的 那我在台灣出生的話 這邊我就會選擇台灣 然後這兩個看你要選哪一個我的話 我會選擇台灣 在哪個城市出生這邊我選擇高雄 然後在美國住了幾年 當時我在申請大學的時候在美國住了六年 所以這邊我就會選擇 申請的時候那時候是在美國住了五年 所以我選擇五 然後看學生是不是美國人 或者是有美國的居民 如果是綠卡的話 那如果不是的話就是citizen of non-US country 比如說學生只有台灣護照的話 那這邊就會是citizen of non-US country 那這邊我就會選擇台灣 如果是台灣的學生的話 然後有沒有美國的Visa 正常在台灣的學生可能在申請的時候沒有Visa 而是申請進了學校之後才會申請學生的Visa 所以如果在台灣的學生這邊就會選擇None 那你有沒有到時候預計要申請Visa呢是有的 那學生的話就會是F1的學生Visa 當然這邊有其他的看是不同的狀況也有可能 只是正常國際學生就會是F1的 student visa 然後這邊有一些狀況就是如果學生有滿足這些條件的話 那學生可以為common app的 fee 就是學生可以免交申請大學的申請費用 那申請大學的時候如果是國際學生的話 一所學校可能會是70到95美金左右 所以如果學生有申請個10所12所20所大學的話 那這個申請費用就可以是可能是一兩千塊錢美金也是滿貴的 那但是如果學生正常來講可能經濟狀況不會沒有這樣的問題的話 那這邊就不會有滿足這邊的任何條件 然後這邊就會選擇沒有滿足這樣的條件 所以不會有免申請費的這個狀況 這邊就是no 然後這邊是問學生有沒有需要有這樣的一個幫忙 那這個是它是一個free的一個mentor 一個像是一個顧問可以輔導學生的 但是這個顧問可能比較是籠統的去輔導 一般是經濟狀況是條件比較不好的學生可以有這樣的一些幫忙的 那如果你要go的話也可以go yes 那如果你覺得還好的話或是校外已經有顧問的話 那這邊可能就可以go no 這邊是問家長的婚姻的狀態 所以如果父母還是沒有離婚的話 那就是marry 如果是分居separated 或者是離婚 或者是可能爸媽從來沒有結婚等等 這邊可以不同的選擇 然後有可能他們是父母是有結婚 但是平常不是跟爸媽一起住的 如果是的話那就是both parents 不然如果是分居的話那就會選擇 看你平常是跟誰一起住 這邊就會選擇相對應的 如果學生是在高中到美國讀書 然後在美國有一個home媽 但是爸媽在台灣的話那這邊可能就會是 your permanent home 看如果是短期的在美國短距的話 那可能permanent home 永久居住的家也還是在台灣跟爸媽一起 但是如果因為某種原因不太會跟爸媽在一起 那可能這邊就會選擇跟合法的監護人居住在一起 但是正常來講應該這邊會是both parents 比較多 學生有沒有小孩 如果沒有的話這邊就是no 下面這個parent 1跟parent 2 它沒有特別的優先順序 其中一個選擇哪一個選擇媽媽或爸爸都沒有關係 那這邊照這個順序我這邊就先選擇mother 他有沒有還活著如果有的話就是yes 然後正常來講可能這邊如果是媽媽的話可能就會是mrs 但是如果是博士的話那可能這邊就是doctor 或者是有其他的稱謂 然後這個是媽媽的名字 所以假設媽媽叫做mary 然後這個是family name 所以如果我姓張的話那這邊可能是張 但是如果這邊要填媽媽的maiden name 就是媽媽本身的姓的話也可以 不過這邊一般就會是填跟爸爸一樣的姓 所以跟爸爸跟小孩一樣的姓 所以這邊就是mary chain 然後這邊是填媽媽的email 假設是marychain at gmail.com 然後看看媽媽希望用什麼方式聯繫 這邊這些欄位 下面這些欄位都是選填的 所以如果不想要留媽媽的電話等等也都可以 然後這邊是媽媽的工作 或者是如果媽媽有退休或者是已經去世的話 那媽媽的工作最後的工作是什麼 這邊就有不同的工作的選項可以選擇 那other就是如果是其他的工作的話 那這邊假設媽媽是做 engineer 好了 那這邊可以選擇她是在職 離職或者是退休或者是 self-employed 那如果這個公司是媽媽自己的 就會選擇 self-employed 我媽就是employed 然後這個媽媽是不是 現在或者是退休曾經在一個大學工作 如果是的話這邊就會選擇是 然後這邊就要標註媽媽所就業的那個大學是哪一所大學 如果沒有的話那這邊就會選擇 not employee at a college 然後這邊就要選擇 就要輸入媽媽的這個公司的 的雇主 那這雇主可以是一般來講這邊就會輸入 公司的名稱 所以假設是Microsoft 那這邊就會輸入Microsoft 而不是雇主的實際的全名 這個是媽媽最高的教育 如果沒有畢業的話那就是 some college or university 然後如果是研究所的話 那這邊就會選擇graduate school 然後有讀過幾所大學呢 如果是一所的話這邊就會選擇一 然後這邊輸入大學的名字 那假設這邊是台灣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台大 然後這邊輸入這邊沒有出現 所以I don't see the college that I'm looking for 沒有看到我想要的大學 這邊就要輸入那一所大學的資料 這邊就是台灣 然後這邊輸入台大的地址 然後 然後這一個媽媽在這一所學校得到 有拿到幾個學位 如果是學士學位一個的話 那這邊就是一個 拿到學士學位 那這邊associate 是副學士學位 就是一般在美國就會是 不是四年制的大學 是二年制的大學所拿到的 所以可能在台灣就像是五專的學歷 就是associates 那如果是四年制大學畢業的話 就是masters 如果是研究所畢業 就是batchelor 是四年制大學 學士學位 master就是研究所的碩士 然後如果是博士的話 就是doctor 如果是商學院 如果是商學院 法學院 醫學院 或者是其他大學的話 就是batchelors 然後這個是 在哪一年從那一所大學畢業的 所以隨便選 假說是2020好了 成親女儲存 parent2這邊跟parent1一樣 所以這邊我就先跳過 sibling 這邊是兄弟姐妹 所以這個學生有 我有幾個兄弟姐妹這邊要輸入 如果有一位的話 那他的名字是什麼 first name 他的last name 他現在幾歲 這邊要填進去 假設他叫做jack 然後是18歲 然後family完了 這邊這個沒有打勾的原因 因為剛剛我跳過了parents2 跳過爸爸的這個資料 這個我填完 如果填完的話 這邊就會打勾 代表這個項目已經完成了 必填的已經完成了 進入education的這個地方 這邊是 current or most recent secondary or high school 這邊就是填學生現在所就讀 也就是如果現在是暑假 那開學後 學生會就讀的那一所高中 這邊搜尋假設 這個學生在台灣 然後輸入台灣的學校 那我們來輸入 新竹美國學校 新竹美國學校 Date of Entry 就是學生是什麼時候 開始就讀這所學校的 那現在是2024年 假設學生是 十一生十二 然後是兩年前 九年級的時候 就讀新竹美國學校 那這邊的話應該就會是 兩年前的 九月一號 九月 就讀的 這個是不是一所住宿學校 那新竹美國學校不是 如果是像普台 高中的話 那它就會是一個 boring school 就是住宿學校 這邊就選擇yes 這個是學生 會不會從這所學校畢業 那假設學生 預計會的話 這邊就是yes 預計什麼時候畢業呢 這邊就是t month or year 然後 學生如果現在要升十二年級的話 正常來講這邊就會是 隔年的 五月或六月 這邊實際填五月或六月 其實沒有太大的差別 嗯 你覺得學校 畢業典禮是五月 那就是填五月 如果是六月 那就填六月 如果你不是很確定的話 其實填五月六月沒有太大的差別 那學生畢業的狀況 會不會有特別 有特別的畢業狀況 會不會提早畢業 還是比較晚畢業等等 如果沒有的話 這邊就留空 那這邊就夠這個no change in progression 就是不會做改變 好 那這邊如果學生在高中的這段時間 有就讀其他的中學的話 這邊學生就會選擇一二或三 也就是說如果學生在高中過程當中有轉學 比如說從台北美國學校轉到新竹美國學校 或者是從美國讀的高中轉到台灣的高中 那這邊就會選擇其他數字 同時如果學生在高中的時候 有上雙聯學制的課程的話 那這邊也會選擇有就讀其他學校 那如果學生所就讀的雙聯學制是高中的話 那他就會在這邊是other secondary high school 如果這個雙聯學制是大學的話 那這個其他的學校就會在college and university這邊去填 所以學生如果在高中的時候 有上類似桃園美國學校的這種雙聯學制的課程的話 那這邊就會選擇一 然後這邊搜尋學校 這邊就輸入桃園american school 然後這邊就輸入什麼時候是就讀這所學校的 假設學生接下來這個學年才要讀桃園美國學校的這個雙聯學制的AP課程 那這邊我們就會輸入今年的9月開始到明年的5月 然後這邊要去解釋學生是什麼情況要讀這一所學校 為什麼不是只有讀他本來的這所學校會需要有轉學等等的狀況 那如果學生是因為家庭的移民要從台灣到美國 從美國到台灣 或者是搬家或者是任何原因 學生就會在這邊去填他的原因 那如果是學生是參加這種雙聯學制的課程 所以學生他其實沒有離這個學校 他現在還在就讀這所學校的話 那這個欄位也是讓學生去解釋這個狀況的 所以在這種雙聯學制的課程的情況下 學生在這邊就會寫 I am a part-time student at 超原美國學校 Taking AP microeconomics AP macroeconomics and AP calculus EC 那這邊 I am 就代表學生現在會 這個兩個日期也看得出學生現在這個學年 會是在台灣美國學校的一個正式的學生 雖然他是一個part-time student 是一個兼職的學生 但是他是有一個正式的淘美的一個學歷的 這邊就會寫 把他輸入在這個other secondary high school裡面 Continue 那剛剛前面有講到如果學生在高中的這段時間 有上那種雙聯學制的課程 但是跟美國的大學或是台灣的大學有配合的話 那這邊就會選擇其他一二或三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不同的選項 那這個Dual Enrollment with High School 就是剛剛前面講到那種雙聯學制的課程 可能學生在高中的時候可以提早上一些大學的課 那那種就是Dual Enrollment with High School 如果學生在高中的時候 上的是那種Summer Program 就是學生畢業的時候是拿到一張解業證書的 比如說像 Johns Hopkins 的 Citywide Program 或者是哥倫比亞大學的那種Columbia Summer School 比如哈佛大學、南加大、Berkeley、Stanford等等這些學校 他們有很多這種給高中生上的Summer Program 那種是沒有大學學分的、沒有大學學位的 就只是一個下令營一堂課去上的那種的話 那那種就會是Summer Program 然後在這個裡面比較有價值的 就會是下面的這個Credit Awarded Directly by College 這個就是有大學學分的課 那有大學學分代表他的課是比較難的 也就是相當於就是那一所大學的課程的 那在這些所有大學的課程當中 如果學生在暑假的時候上的 不要去上他們的Summer Program 而是上有學分的大學課程的話 那這個相較這個來講 這個的加分效果就會非常的大 而Summer Program就是學生去那邊上了開心 然後可能會學到一點東西 但是它的難度沒有像真正的大學的難度那樣的課 不管是功課的壓力、課程的內容或者是難度 那Summer Program的東西就比較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希望學生在這邊選擇的時候 能夠選擇是Credit Awarded Directly by College 而不是Summer Program 然後這邊就是學生所就讀的這一所大學 當然這邊要選擇大學 所以假設是那種City Program 然後在John Hopkins 什麼時候讀的呢? 這邊就要輸入就讀的日期 所以一種暑假的短期的課程可能只有兩週四週 那這邊就會輸入今年的七月 上到今年的七月 那這邊的課程 當然如果課程時間越長的話 它的可能代表這堂課的難度越多 更紮實、學到更多 所以會是更好的課 如果是一個短期的課 短期的Summer Program的話 那它可能加分的效果就會比較有限 那這邊就是看學生在這邊上這個課有沒有得到任何的學位 那這個AAASBABS就是之前前面在講學歷 那個媽媽的學歷的時候有講到A是Associate 就是復學是學位 然後一般來講 A會比AAS還低一點 然後BA就是Associate of Arts Associate of Science 然後Arts會是學位比較低一點點的 Science會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如果學生在上了這個課 他沒有拿到一個學位的話 那這個就 這個欄位就不用填 如果有的話就可以去填它 填一個好了 然後這邊就是填學生所就讀的這所高中的成績狀況 Vingraduating class size 學生畢業這一年這一屆 也就是接下來的這十二年級這一屆裡面 總共大概有多少學生 這個數字如果學生不知道的話 在學校問一下學校的顧問 學校的教務處 那教務處或顧問就可以給學生一個比較正確的數字 這個在我當時讀的高中 我的高中有1100位應屆畢業生 十二年級的 那這邊我當時我這邊就填1100 然後這邊是填學校的學生排名 有的學校會給很明確的排名 我的高中就是很明確的 第幾名 我當時是全校的第七還是第八名 我忘了 然後如果有的學校是給百分之十的 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的 那那個就是decile 如果是百分之二十 就是五分之一五分之一去分的 就是quintile 如果是四分之一四分之一四分之一 他可能會說你是top 25% top 50% 那那個就是quartile 有些學校像是台北美國學校 沒有給學生排名的 那那個就是none 就依照你的狀況去填寫 那如果是有的話 這邊就會填 我是全校的第八名 rank waiting waiting就是看成績的加權 有的這個排名會是用加權的排名 加權的成績去排名的 比如說我的高中 在我的高中裡面 我的高中分數最高是一百分 但是如果有上AP課的話 那AP課的加權會是加百分之十 Honors課會加百分之五 所以我最後畢業的時候 我的成績是能夠超過一百分 那是因為我的分數有加權 那當時這個排名也是有加權的 所以有加權就會選waiting 如果是90分就是90分 A就是A的話 那那個就是unwaiting 然後我的學校的GPA的分數 是滿分是一百分 這邊我就會選一百 這邊順帶一提 就是有些學校 會給學生滿分的GPA是五分 那有的學校會給滿分是六分等等 那這個不管是給怎麼樣 它其實沒有差別 就基本上就是一個百分比 所以有的學校可能會認為說 那如果我們學校的滿分不是四點零 而是滿分是五點零的話 那學生即使沒有滿分的五點零 而是四點七四點八 這樣聽起來好像也比別的學校滿分四點零還高 那這個其實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申請表上面這邊就會寫 學校的標準就是滿分是五分 然後我拿到比如說四點八 那四點七四點八 那這個分數就會看起來 就是這個的意思 跟這邊填四 然後這邊填三點八 其實意思是差不多的 那我的高中當時滿分是一百 我的分數是一百零一點二五 然後GPAV 就是我這個分數是加權之後還是之前的 那這是加權之後的 所以這邊是V的GPA 然後這邊就要填學生接下來 現在或是最近的一個學年所上的課 然後這邊可以選擇 學生可以選擇他想要列出多少課 那如果學生所就讀的這個高中有 這個十二年級這一年有八堂課的話 那這邊就選擇八 但是呢如果學生現在 比如說像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學生如果在上那種雙聯學制的課 所以學生除了課內的八堂課以外 在課外 在桃園美國學校還有另外上兩堂的AP課的話 那其實這個欄位這邊是可以填十 因為課內有八堂課 然後課後的課內課有兩個 所以這邊的課就會有十堂課 那當然這邊是如果學生上補習班的AP課 或者是在上一種那種 summer program的那種課的話 那就不算一個正式課 這邊是填學校上的正式課 是有學分的有學歷的課 這邊就會填把那個數字加起來 這邊是選擇 在學校裡面它的計分的週期是semester 是上學期下學期還是三個學期 還是四個學期還是一年的 那我的高中當時是semester 有上學期下學期這邊就是semester 然後下面這邊就會列出我這邊所寫的 這十門課程的所有課的內容 所以我可能十年級會上英文 英文類別這邊可能是叫做english 12 然後這邊要選擇這堂課的難度 所以如果是一個正常的 一個regular的話那這邊就是regular 如果是honors像是自由班的話 這邊就會選擇honors或是high honors 然後如果它是AP的課的話 這邊就會選擇是AP的課等等 它可以有不同的類型 然後do enrollment這個就會是前面剛剛講到那種 校外的AP do enrollment的課 這邊就是do enrollment 所以可能這邊會有課內的課是honors 英文 然後這個是一整年的課 第二堂課 第二堂課有可能是 Let's say physics 然後這個課可能叫做physics 12 然後這邊是honors 這邊是一整年的課 依此類推 這邊我就不把它全部填完了 那如果這個時候學生有在校外上這種AP的雙年學制的課的話 那第三堂課假設是AP economics好了 這邊 economics 你可以把它叫做是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社會學 這邊就是AP micro economics 或是這邊也可以就是economics 它的難度是AP的課 然後這邊是for year 對 如果這種do enrollment的課 校外的課 它的難度是AP的課的話 這邊建議就選AP 如果它是校外的課 但是課後的校內課 但是它不是AP的話 那這邊就選擇do enrollment 那既然是AP的課的話 這邊選擇AP advanced placement會 因為大學在省申請表的時候看起來會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這邊就繼續填剩下這些 那我就不把它全部填完了 這邊三個課 我這邊就調三個 好繼續 這個honors是看學生在高中的這段時間 就是九年級到十二年級這段時間有沒有拿到任何的榮譽 希望這個時候是有的 在過去這段時間是有的 然後這邊學生就可以列出他的得到一些榮譽 那這個是跟academic achievement有關的 跟學術方面有關的 所以如果學生參加籃球比賽 籃球隊的比賽得第三名 那他不是academic achievement 他等一下會填在academic achievement 這邊是針對學術方面的 所以如果學生 像我當時在高中的時候 我有參加 amc的全校最高分 然後是在十二年級的時候拿到 然後因為這個high score是會在我校內的 那這邊我就會選擇score 如果有州或者是區域性的 在台灣區域性的 可能就像是台北市 就會選擇state 國家級的或是全球級的 這邊就會勾選相對應的不同的年的級別 那當然如果參加的這個honor是全球級的 那當然他的加分的力度就會最高 如果是校內的就會比較沒有那麼高 但是有中比沒有好 這邊最多可以填五個不同的 的這種榮譽的獎項 所以這邊最好能夠有超過五個 如果有的話就填最厲害的五個 如果沒有的話那就盡量填 這邊就先填一個就好 這邊是問學生有沒有在高中的時候 在申請表的過程當中得到一些 來自community來自社區的一些program 所提供的免費的輔導 那這個在美國以外的地方比較少見 這個在美國境內比較多是提供給一些可能 經濟狀況比較差的社區或者是學校 會有這樣的一些單位是在輔導學生 如何填申請表的 那他們就會填有 那如果在台灣學生的話這個應該就會是零 就是沒有得到這種社區的機構在輔導學生 免費的申請表 這個當然免費申請表 這個就不包含是付錢的升學機構 所輔導學生或者是學校 校內輔導學生那個也不算 在這邊是學生去填他未來的計畫 如果學生計畫大學高中畢業之後就讀大學的話 那這邊就是這一個 如果學生計畫要休學一年的話 這邊就會是plan to start college in 隔年不是2025是2026 休學兩年或是以上這邊就是這一個 如果學生現在是大學生就會夠這個 但是應該絕大多數的學生 現在是高中的他們會夠選這個 高中畢業之後接著去讀大學 這邊是學生預計未來得到最高的學歷是什麼 這邊剛剛蘭威有講過 這邊就跳過 那我當時申請大學好像我是選擇Master 選擇碩士 雖然最後我只有最高學歷只有拿到學士學位 學生畢業之後希望往哪個未來的職業的方向前進 這邊也可以學生盡量去填 如果學生不確定的話這邊填Undecided也可以 這個沒有好或壞 不會因為學生填Undecided未決定而被扣分 也不會因為他填了明確的某一個職業而就加分 這個學生完全依照他的現在的認知去填都可以 我當時應該是填Engineer 這邊是問學生 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學生要透過這些標畫考試的單位去遞交成績給大學 但是這邊是問學生有沒有想要 Do you want to self-report scores 你想不想要自己先遞交你的成績給大學 讓大學知道這些考試裡面的分數是多少 所以正常來講學生這邊會選擇Yes 我想讓大學知道我有考這些考試以及遞交分數 這個包含是Future Test Date 所以假設現在是8月學生計畫10月要考SAT 那這邊會選擇Yes 然後10月會考這樣 這個問題很重要 這邊寫Indicate all tests you wish to report OK 這邊是請...請... 標註所有你想要遞交的成績的考試 這邊是你想要遞交 這邊是不是你所有考過的考試 也就是說學生如果在高中有考過ACT跟SAT 但是他只想遞交SAT 那可不可以自選SAT 當然可以 就是你想要遞交的分數 如果學生有考的托福跟雅思跟多lingo 那當中多lingo分數比較高 那這邊就選擇我想遞交多lingo就好 不用把所有的考試都列出來 因為這邊是all tests you wish to report 你想要遞交成績 那這邊假設這是複選題 所以假設學生有SAT 有AP 有托福分數 這邊就勾這些 那這邊是國際生 這邊是is promotion within your education system based upon standard leaving examination 這個的意思就是他問學生 如果是國際學生的話 那在你們國家的這個教育制度裡面 要高中畢業的時候 有沒有一個leaving 標化的畢業考試 就是有沒有一個考試 你必須通過你才能夠畢業 沒有通過就不能考試 在台灣沒有這樣的考試 這邊就是no 學測不是高中畢業 所以為了畢業要考的 而是為了進大學 所以這個就不是leaving examination 這個是學測應該叫做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進大學的一個考試 台灣學生這邊就有go no 那如果你是來自其他國家的話 那你可以看看你的國家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考試 這邊有寫學生 因為在美國的話 一般來講 在美國的高中 沒有一種高中畢業的考試 所以高中這個 美國高中這個 可能就是no 那這邊這一題 我有go sat ap 跟tofu 所以下面這邊 就會有sat ap 跟tofu的成績 的欄位 會多出來讓我去填 這邊是number of past sat scores you wish to report 所以這個也很重要 很多學生會認為 如果考了10次sat 那我是不是就要把10次成績 遞交給大學 這一題的題目 很直白的問學生 你想要遞交的sat分數 有幾個 所以如果學生考了10次 那他只想遞交當中的兩次 那這個問題 你要填2還是10呢 當然就是填2就好 你不用填到10 也沒有10可以讓你填 這邊就填2 那現在的sat 已經沒有sat的作文了 所以你有沒有sat的sat score 這邊就選擇no 除了美國有一些 區域性的sat考試 有作文以外 那正常來講 大家的sat都是沒有作文了 所以這邊就是no 未來有沒有計劃要考sat 如果學生計劃在 遞交申請表之後 還要考sat 最後是12月初的那個考試 是可以考的 有的話呢 這邊就會選擇有 看你要遞交 預計你要參加幾次sat的sat 就是去那邊考試 如果沒有的話這邊就是0 有的話可能就是1 那這邊可以選擇 學生未來什麼時候想考 所以假設學生想考10月的 那這邊就是勾10月的sat 好 那這個問題很關鍵 這問題是問學生最高的reading and writing score 最高的英文的分數 學生第一次英文考600 數學考800 這樣是1400 然後第二次呢分數對調 英文考800 數學考600 那這樣兩次的分數都是1400 但是 highest evidence based reading and writing score 那學生最高的英文的分數是幾分呢 那當然就是800分 就是第二次的800 然後這邊是問 這一個分數的test date 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拿到這個800分的 你這邊就可以選擇他是在哪一年考到這個分數 那這個也很關鍵 這個代表學生 大學會在意學生是在什麼時候考到這個分數 而不是只有你考到這個分數 所以如果學生在12年級考到800跟800分 跟學生在9年級的時候就考到800跟800 那哪一個分數比較厲害 當然是9年級的時候考到滿分的這個學生 比12年級才考到滿分還來的厲害 所以我們都會建議學生能夠盡早去拿到好的分數 就盡早去拿到好的分數 甚至你從這個表你可以看到 在這邊選擇日期的時候 我們現在是2024年嘛 這個是11升12 這個是10升11 這個是9升10 這個是8升9 這個是高中 剛進高中9年級的時候 所以學生從這個填表這邊來看 學生如果在國中 在初中 甚至在小學 他想考SAT 然後去考這個高的分數 那他當然也可以去考 只是SAT他的英文跟數學有一個程度在 所以學生一般來講不會在那麼早的時間去考SAT 但是如果學生真的想要在八年級的時候就去考 考到一個800跟800分的話 那你當然也可以在那個時候考 然後在這邊選擇你在八年級就考到那個800跟800分 這個加分效果是挺大的 然後再來這邊是Number of AP Tests you wish to report 一樣就是你想要遞交的AP考試的分數 幾個AP分數 所以如果你有考不好的AP分數 你不想遞交給大學的 那你這邊就不要把那個AP的分數算在裡面 假設學生過去考過三個 接下來這個學期要考兩個 那這邊的Number of Tests you wish to report 就是I wish to report三個有的分數 但是下面還會有一些你可以 這邊是總共包含Tests you expect to take 包含你未來預計要考的AP考試 所以如果學生過去考了三個 然後這個學期會上兩門AP課 然後在預計明年五月的時候會考那兩門的話 那這邊就是三加二 這邊就寫 這邊有寫 學生什麼時候 上 什麼時候考這個AP考試的 所以這邊 假設去年 過去的這個學年的五月 考過 那這邊就選擇五月 考過了 chemistry 分數一二三四五可以乘報 一般來講三以上就是及格 所以如果這邊有三的話 其實就已經算是好的分數了 一或二的話就是不及格的分數 可能不及格的分數就可以選擇不要承報給大學吧 雖然你不承報大學會知道 怪怪的 那應該就代表你沒有及格 但是 就是 不及格的話就 有承報沒承報其實也沒差 然後這邊是第二個AP考試 在什麼時候考的呢 在今年的五月 考了AP的computer science 拿到了五分 然後 去今年的五月 另外考了AP的music theory 拿到了四分 然後明年五月會考兩個AP 所以這邊就會選擇明年的五月 會考 economics macroeconomics 然後 因為還沒有考這邊分數就不填 然後 最後一個 預計明年的五月 考 AP physics 2 好 最後托福一樣 number of times you have taken the TOEFL AP 這個問題就跟前面的問題不一樣 這邊是 你 所考過托福的次數是多少 所以如果你考過很多很多次 但是 你 只想承報當中一次 那這邊的題目是問你 你考過幾次 這邊應該就是 很多很多次的那個而不是1 你未來有沒有要考托福呢 如果沒有的話就是 沒有 那這邊 你其實考過很多次 這邊的問題不是叫你把全部的分數列出來 而是他會問你 你的highest reading score 你最高的閱讀的分數是幾分 什麼時候拿到的 你最高的speaking的分數是幾分 什麼時候拿到的 最高的listening 最高的writing 然後 最高的total score 是哪一次拿到的 所以這邊你並不是要列出 單次的 就是 某一次的最高分 某一次最高分是列在最後這邊 這邊是列出 你有可能 最高分那一次是 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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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 100分 那這邊就是100分 然後 在 今年的 7月考到 今年的 7月 6號考到這個考試 但是你在這過程當中有一次 reading考到30分 只是其他分數相對來講比較低 有一次speaking考到28 其他分數相對來講比較低 那這一次是最高的 那這邊就是 這樣去填 所以可能你上面的這個reading speaking listening 跟writing 這個四個分數加起來會超過你的 最高的單次分數 但這個是分開去填的 好這邊就是填學生的活動清單了 那活動清單 這邊 有列出幾個example 那學生可能會覺得只有學校的社團啊 社區活動 或者是體育工作等等這些比較算是社區活動 就是 課外活動 但是其實family responsibilities也是其中一個 什麼叫family responsibilities呢 這邊有寫 好它也會解釋為什麼family responsibilities is important 那這邊有寫 什麼樣叫做課外活動 它也包含如果 一般學生可能沒有小孩 但是如果有花時間照顧一個 比較小的弟弟或妹妹 或者是花時間照顧爺爺奶奶 或者是平常在家需要做家事的 比如說煮飯整理家裡做一些家務 或者是幫家裡工作 幫家裡賺錢等等 這些東西其實都是課外活動之一 也是大學想要學生在生意表上能夠填進去讓大學知道的 那為什麼這些很重要 這邊有寫 就是 如果在生意表上能夠寫這些東西 讓學校知道學生課外的時間是因為有這些家庭的責任 所以導致學生不能參加社團 導致學生必須更花更多時間照顧家裡的爺爺奶奶 而不能去哪邊做比賽 那這個東西可以讓大學知道 為什麼學生在課外有做這些很花時間的家庭責任 導致學生沒有那麼多時間去做他的那個學術上面的work 那這樣子 學生在生意表上沒有那麼多學術上面的表現 就比較沒有關係 但是如果學生在課外沒有做那麼多的學術上面的表現 但是又沒有花時間 花了這麼多時間在幫家裡 但這個又沒有寫上去 那大學可能就會覺得 學生課外的時間都是在玩 在看影片 那這樣的話就會讓大學對學生覺得 這個學生可能不夠認真 或者是比較沒有那麼的成熟這樣 所以學生在課外花很多時間做這些東西都是很重要 這個是必填的一個欄位 那正常來講學生在高中會做很多活動 所以這邊不會是選擇NO 而是YES 我有很多活動想稱報給大學 這邊學生最多可以列十個活動 然後這邊有寫 In the order of the importance to you 所以對你來講最重要的順序 它的重要性 依照重要性去排列 那Activity 1 就是你在高中做你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然後Activity 2 就是第二重要的事情 又不是把不重要的先列在前面 也不是依照時間的順序 這邊有不同的種類 很多學生會認為 只有學術方面的 比如說什麼奧術啊 或者是地奧等等 那種學術型的比賽 什麼USACO 那種寫程式的 Computer Science的競賽 他們可能認為只有那種競賽 或者是體育 或者是career oriented 跟職業有關的 比如說實習 或者是義工 或者是debate 辯論 或是M1 然後 internship 就是 實習也可以選擇這一個 然後 樂器 做實驗 Science and Math 剛剛如果是奧術的話 可以選擇academic 也可以選擇 Science and Math 選擇哪一個種類沒有什麼差別 或者是 參加 打工 賺錢的工作 可能會認為只有這些叫做課外活動 但是你看到這邊這個清單有很多種不同的 藝術方面的也有 電腦科學的 比如說學生自己寫一個網站 這個也算 參加文化類的 比如說 宗教類的 佛教 基督教 然後花很多時間 為了自己的宗教 花一點時間去做事情 跳舞 環境相關的 Family Responsibility 剛剛有講到家庭的責任 花一點時間去其他的國家去做交換 交換學生交換文化 學一個新的語言 做這個叫做 publication 像是報社 或者是各種 或者是那些期刊的這種 Junior ROTC 在台灣比較沒有看到 這個是像是類似台灣的同子軍 或者是跟同性相關的議題 這個是合唱團 跟Music 然後是跟嘴巴 Vocal 聲音相關的 所以像是合唱團唱歌等等 宗教性質的 或者是機器人 或者是學校的Spirit 比如說當啦啦隊等等 Social Justice 像是社會的一些運動 學校的學生會等等 甚至這邊沒有列出來的其他的都可以 只要學生 課外做的活動 基本上學生吃飯睡覺 吃飯睡覺 學校上課以外 所做的事情 它都是叫做課外活動 都是可以列在這個Activist裡面 那這邊假設學生參加了一個 學校的社團好了 義工社團 這邊是列學生的Position or Leadership Description 就是學生在這個社團裡面 他的職位 那他有可能就是一個Member 也可能是一個Secretary 一個秘書 或者是Club President等等 可以列在這邊 Organization Name 就是這個是一個什麼樣的Community Service Group 他可能叫做 有一個Club Key Club 就是在做一些義工服務相關的 然後這邊要列出學生在這個社團裡面 做了什麼東西 Including what you have accomplished and any recognition you've received 然後這個是重點 所以重點不是在比如說在Microsoft做了實習 或者是跟某一個大學教授做過研究 那個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在做這個活動當中 你的角色 你在裡面扮演的這個職位是什麼 你是一個一般的Member 還是你是一個有領導職位的人 然後你在這個社團裡面 你做了什麼東西 你只是help out 只是去幫忙去打雜的 還是你在裡面有做一些決策的 有帶領其他的社團去做一些事情的 做統籌的 這個是整個問題裡面最重要的一個欄位 所以這邊就要好好的利用它的欄位去填 那這邊有Max Character是150 一個Character就是每一個字母 包含標點符號跟空格 所以如果這邊是I 比如說I Managed 12 Members In The 那這樣就是 1 2 3 4 15 16 17 18 19 20 21 23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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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21 22 22 21 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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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22 22 然後就寫不下了 所以這邊就是學生要知道要怎麼把這個東西寫得好一點 然後在有限的字數裡面能夠呈現出學生最好的那一年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下面這邊就要寫學生在參加這個Key Club 他是在哪一年參加的 是學年之間還是假期還是all year 如果是整年度的話那就是要全部夠也可以 或是只有勾這一個也可以 或者是勾這兩個 其實all year就等於這兩個 然後一週花多少時間在做Key Club 一年花多少個禮拜在參加Key Club 這些也很重要 所以如果學生做了一個 比如說做一個research project好了 現在很流行的是一些機構 他們會推薦學生用暑期去做一個research project 那可能這個叫做researcher 然後organization name 他可能是沒有一個organization 或者這些機構會說 我們幫你安排一個就讀Stanford大學的PhD學生 來帶領你的小孩去做research 那可能這邊會寫Stanford University 雖然這個是錯誤的 他們可能會跟你說你可以這樣填 然後這邊學生可能就會說 I spent the summer learning about DNA and I wrote a paper about什麼什麼什麼 可能就寫這邊 如果是一個短期的research的話 那學生什麼時候參加這個活動呢 他可能在11生12的暑假做 那11生12一般會勾12 但是你要勾11這個煤茶 他們有一個規定說11生12你要勾哪一個 你要勾哪一個其實都可以 那就勾12好了 什麼時候參加這個活動 這個科學研究活動呢 可能是只有 during the school break 暑假嘛 暑假做一個科學研究 Hours spent per week 那一週花多少時間在做這個research 一般來講這種program 他可能就是讓學生花個 一週上個一個小時的課 再加上可能兩三個小時去做這個research 就是最多可能頂多五個小時 但是我們先冠水寫十個小時好了 一個暑假花了幾個week在做這個東西呢 可能十個禮拜 雖然可能沒有真的花這麼多 一般這種線上的research 不會花這麼多時間 但是學生冠水可以寫這麼多 學生有沒有計畫大學要做research 當然有 但都會這樣回答 OK 這個看起來其實問題就很大 因為了解如何做research的學生 他們不會是在一個暑假 只有一個暑假 花十週 一週花十個小時 去做一個research 然後他們就把這個叫做一個research paper 一個真正research 在大學裡面 可能一週花十到二十個小時 但是你要花一年 做完實驗之後 最少一年 做完實驗之後 再花至少一年 去寫那個paper 所以可能最少最少要兩年 那如果你這邊寫 只有在十二年級的暑假 花了總共一百個小時 去做這個活動的話 那大學 其實這邊已經灌水了 大學一看就知道 這個是一個很水的一個活動 那這樣的活動其實大學就會 所以加分效果會是進乎於零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那這邊我就先跳過其他的課外活動 好 最後這邊就是大學作文了 這邊是要先打勾跟你說你懂 你知道說大學 有一些大學是需要大學作文的 那這邊剛學的那些學校 這三所學校都是需要的 那有一些學校是可能不需要的 我懂 下面這邊有八個不同的大學作文的主題 學生可以寫 這八個問題基本上每年都一樣 第一個問題是問學生的背景 他如果有一些背景的故事 他的成長的一些故事 想要分享給大學知道的 他可以選擇這一個 如果學生在過程當中 有遇到一些挑戰 obstacles 然後最後有可能 可以有一個成功的 因為前面遇到挫折後面有成功的 或者學生在某個時候遇到一個挫折 然後這個挫折如何影響你 從當中如何學到 從這個經驗如何學到東西的 可以選擇第二個 如果學生在過去有任何的 一些既有的認知 覺得被挑戰了 那你可以構選這個 比如說 學生本來認為 認為中文是最重要的語言 或是英文是最重要的語言 但是後來發現其實不是 那這件事情對他來講有很大的震撼 那可以選第三個 如果過程當中學生有成長過程當中有在某個moment 覺得很開心或者是很感恩的 可以選擇這個 如果有某個時候學生想要寫關於自己的自我成長的 這個 如果有哪一個事情讓學生覺得很熱衷的 讓學生熱衷到忘了時間的 可以選擇這個 然後不管你前面選哪一個 第八個問題是 A topic of your choice 所以基本上前面這六個問題有問跟沒有問一樣 因為不管前面怎麼寫 學生反正如果你想要寫你自己的 那就是勾第七個 即使前面有某一個主題是跟你講想要寫的有關係 但是一定點不一樣你也還是可以勾這一個 基本上大學作文就是你可以寫任何你想要寫的東西 然後這邊呢就是讓學生去寫作文的內容 那這個作文它有規定就是最少要寫250個字 但是最多是650個字 一個字就是一個空白 就算一個字的分隔線 所以如果這邊是I-那一段話 I manage 12 students 那這個就是1234 這樣就算四個字 然後標點符號是不算字的 那這個大學作文之前我有做一個大學作文的一個線上課程 如果興趣的話你可以看一下 之前的那個大學線上課的大學作文的線上課 然後在那堂課裡面 我有分析了這個common app的大學作文 以及UC app就是加州大學的作文 要如何寫當正有一些範例 然後大學會如何的去評估這些大學作文 以及給學生一些大學作文的模板 跟一些作文的分析 然後讓學生了解 該如何去下手這些作文 如何把這些作文寫得好 如果興趣的話 你可以再看一下 我當時的這個大學作文的課程 好 然後最後這邊有兩個問題 這個問題是問學生 在當時COVID-19的這個過程 學生有沒有遇到一些狀況 想要去解釋的 這個狀況可能是影響到學生的健康 影響到學生的安全 學生的家庭狀況 他的未來的計劃 學術等等 任何因為COVID-19而造成影響的 學生如果有一些東西想要解釋 比如說可能 學生想要解釋 During COVID-19的時候 因為不習慣在家裡讀書 所以線上課學得不好 成績下降了 那學生可以用這個方式 這個機會去解釋這件事情 然後如果是跟COVID-19沒有關係 但是其他學生想解釋給大學的狀況 那這邊也是可以選擇YES 然後這邊去填 我之前有一個學生 他後來有申請上哈佛大學的 他當時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他就有跟我說他很擔心 在十一年級的時候 有一堂課的成績拿到了B加 那他的成績單上面其他都是A-以上 只是這堂課拿到的B加 他擔心這個B加會影響到他的申請大學的錄取 所以我跟他就討論了 了解他這個B加的狀況 然後在這邊我們就去解釋 為什麼他那堂課拿到B加 然後學生最後就有申請上哈佛大學 所以這個欄位非常重要 如果在申請表上哪邊有需要去解釋的 那就要利用這個欄位去把那個狀況去解釋給大學 讓大學去了解 為什麼 比如說成績比較低啊 或者是某個學期的表現不如預期等等 那這邊就是要列出申請大學的一些課的課跟成績 然後這邊有需要列出大學的課跟成績的一個清單 那這邊既然有Amherst College 我這邊回到我的大學這邊我就多選一所 Amherst College 讓大家看一下那個欄位長什麼樣子 好 回到大學這邊 申請表這邊 這邊是問既然Amherst College需要 這邊就是問學生能不能access a copy of my transcript 我能不能拿到這個成績單或者是正式的成績 假設可以 那學生這邊就要列出他在90、11、12年級這段時間的成績 那如果這邊是選擇No的話 那這邊就會說 大學會需要這邊的這個成績 所以學生就會需要去個別的去跟這所學校去聯繫 讓學校知道說 不好意思我拿不到我的成績單 然後去跟學校解釋狀況 那正常來講 學生都是可以看得到他們自己的正式成績的 有可能不見得會拿到成績單 但至少會知道他的official grade 他的正式成績是多少 所以這邊就go yes 然後從這邊九年級開始 每一年級的課 這邊就要去填學校名稱 那這邊就是剛剛前面有講到 如果學生在高中的時候有上這種雙連學制的課的話 那這邊就會有一些是新竹美國學校的課 在哪一年上的課 然後分數是怎麼算的 然後這個是哪一種學期制的 然後在這所學校裡面 有上到什麼樣的課 什麼樣的科目 有數學 有生物等等 上的課的名稱 它的難度是AP還是Honors還是Regular等等 然後既然是Semester 那上學期下學期總分分數是多少 這個就要全部都要列出來 然後如果是這個學期有校內上 就是正 全職的學生是新竹美國學校 但是這個兼職的學生是陶淵美國學校的話 這邊就會Add courses from another transcript 在另外一個成績上有課 這邊就會選擇陶淵美國學校 然後是在同一年 那陶淵的成績是A到F 學校是假設是Semester 然後這邊呢上了 剛剛是說什麼 Social Science 那這個是EP Macroeconomics Course Levels 是AP課 然後這個學期拿到了 舉個例子拿到B 然後B加 然後這個Credit看 上學期下學期拿到幾個學分 一個一個學分總共是兩個學分 這邊就把它列出來 這個細節到時候如果不確定的話 這個可以問你所就讀的高中 他們就跟你講你所拿到的學分是多少 又可能是1或是0.5等等 然後另外這個可能是Physics 這邊就是一個範例 所以這邊就會把學生所拿到的Transcript 把它列出來給大學看 那就是這樣 那這個是學生拿到正式的成績單 才可以列在這邊 所以如果學生 在高中是上一個Summer Program 比如說像CTY的Summer Program 那它當然就不是一個正式的課程 這邊就不會列在這邊 是前面的Education這邊 有列出它是正式的高中課 那那個才是這個Course and Grades的學校 列完就會夠還要Reported 然後這邊是可以列出Summer Courses 暑假暑期課 但這個是 that appear on your official transcript 就是一樣這個是要有正式的成績單才可以列出分數的 所以如果學生有在暑假上一個有成績單的有學分的大學課程 那它可以列在這邊 但是如果是CTY的Summer Program 或者是Columbia Summer Program Harvard Summer Program那種沒有正式的成績單的 那那種就不是一個正式的課 那種就不能列在這邊 那這邊列完之後最後 然後學生這個表填完了 那就可以回到My College這邊 這個是在遞交申請表之前 要去做的最後一件事情 我們用Emory當例子好了 那這邊有 這邊會列出學校的申請的deadline 那Emory有early decision 就是提早決定申請 有兩個early decision deadline 也可以這樣用regular decision的deadline 這邊是early decision 2 跟regular是一樣的 都是明年的1月1號 正常來講regular decision 就是最終的戒指日期 都會在1月1號左右 有的1月2號 有的1月5號 但是 然後加州的大學 一般都是在11月30號 是最終的戒指日期 那比較簡單的計就是 加州的大學11月30號 然後其他州的大學1月1號 有些比較晚的 但是用1月1號當作 就是預計完成申請表的日期 是比較安全的日期 那有些是更早的 所以你還是要去這一頁去確認一下 然後在這一頁裡面 這邊common lab是填所有大學都共同用的資料 然後這邊會有一些針對這所大學所需要的資料 所以這邊就要看 學生想要讀的大學是哪一所 那Emory它有不同的大學 學生可以選擇哪一個學期要入學 然後看是不是要申請 Emory College and of Arts and Science 跟 Oxford College 還是只要選擇一個 這邊就可以選擇 這樣這兩個都申請 看是哪一種錄取的方式 這邊就有很多資料 這邊是包含如果你要申請Early的話 這邊你就要簽名去證明說 去確認說你到時候被學校錄取了 那Early Decisions代表你進了就是必須去讀的不能翻會 我們之前有沒有錄取過 有沒有申請過這種學校 沒有 然後這些欄位全部都要填 那有一些學校 我之前跳過了 有一些學校會需要你另外去寫作文的 比如說像Emory 這邊 The Writing 他就要求學生要申請Emory的話 除了剛剛的common app 一般大家會叫剛剛哪一個650個字的作文 叫大作文 然後這個 針對Emory的這個叫做小作文 那這個小作文他就會問 為什麼你想要申請Emory 哪一個方面的學術你是感興趣的 這邊就要寫一個作文 最多是200個字 然後這邊還要再另外再選一個作文的題目 再去寫一個小作文 150個字的 然後等等 所以每一所學校 他沒有一個規定說什麼樣的學校一定會問這些問題 什麼樣的沒有 有的也是你申請 如果要申請他們比較難的program 比如說像honors program 你就要去另外寫一篇作文 然後如果是regular的就不用寫 等等 每一所學校會有不同的規則 那這個就是因學校而異 比如說哈佛 哈佛這邊呢就是一些簡單的問題以外 另外這邊有short answer 哈佛這邊要求的一二三四五篇作文 但這五個每一個都是150個字都是一個短的作文 然後 紐約大學 那這邊是optional的 那紐約大學的這個essay 你就可以選擇性的看你要不要填 如果不要的話這邊就可以留空 然後當你這個question完了之後 然後接下來下一個就是這個recommenders and FERPA 這個就是你的大學的推薦性 然後在推薦性這一頁呢 他會先問 先讓你先做一個簽名 那因為美國有這樣的一個policy的政策 是關於學生有權利可以看到他的大學的申請表的推薦性等等 反正意思就是 這邊這個都要打夠 然後學生可以選擇 I waive my right to review all recommendations and supporting documents 還是I do not waive my right 那這個意思就是 第一個就是 我放棄我看大學的老師的推薦性跟這些文件的權利 然後這個是我不想放棄我想看老師推薦性寫什麼的這個權利 然後 一般來講如果可以的話 這個就是go 我放棄看推薦性的權利 這個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如果你選擇你不放棄的話 那老師有可能會 在寫推薦性的時候會有一個顧慮怕寫的東西得罪你之類的 所以會有可能 這邊就是有可能會 他們比較不想要幫你寫這個推薦性 但是如果你勾選這個 我同意我放棄這個看推薦性的權利的話 那老師可以寫的比較自在一點 所以然後當中這個推薦性的可信度會比較高 所以建議大家是能夠勾選這個 我放棄這個權利 我放棄這個權利 然後這個是 就是你放棄這個權利是針對所有的學校的 然後這邊是 打勾之後就不能去針對每一所學校去做調整 所以這邊勾選放棄權利就是 你不會去看任何大學的老師給你的推薦性 這邊打你的名字 這邊輸入今天的日期 不能寫昨天 今天 好 簽完名了 那這邊就是 邀請大學的 申請表的老師推薦人 這邊可以邀請 學校的Council 這個就是 學生主要讀的那所學校 這個是邀請老師 那這個老師可以是校內的或校外的老師都可以 所謂校外老師就是雙年學制的那種課程老師也可以 這邊是輸入老師的email 然後 那所老師所 就 主要負責教授的科目的種類 然後老師的名字 想不想 要 老師 是不是希望這個老師幫你寫NYU的推薦性 這邊選擇yes 然後invite 老師就會收到他的email就會收到說 Alex發了一個推薦性的邀請給您 然後老師就可以去 再 透過他的那個 那個 portal 去 幫學生 寫這個推薦性 然後這邊是邀請學校的Councilor 這邊就會輸入學校Councilor的email Councilor的名字按鈴vite 然後學校Councilor就會收到一封信 說 這個學生有請您幫他寫一個 一個 這個 Councilor是必填的每一個 學生都必須透過學校的Councilor 去幫學生完成這個Councilor的report 然後這邊是邀請老師 可以邀請這邊寫 對M1U來講 沒有任何的推薦性是必須的 但是選擇性的 學生可以選擇兩個老師 然後另外這邊 學生可以再選擇 other recommender 實施老師以外 包含藝術老師 包含 牧師 教練 然後 這個是校外的 大學 顧問 顧主 家庭 成員 如果說 爸爸媽媽想要幫學生寫推薦信 也不是不行 或者是朋友 同學等等 這些其實都可以 如果真的要寫的話都可以 然後這邊是一個 這個 Advisor 這個就是 Anyone assisting you with your application 任何校內或校外有 有輔導學生申請表的 也可以 invite advisor 去完成這個 推薦性 然後當這些都填完之後呢 最後review and submit 這邊 就是做最後的確認 看申請表裡面的欄位 有沒有都填完 那現在不能進這邊的原因 是因為我這邊沒有 這幾個欄位都還沒有填完 那當我這邊都填完之後 這邊就會出現一個最終的確認 它會讓我看到每一頁 我填的資料 然後確認完之後 我要按submit 那按submit完之後 重點就是按submit之後 它會可能看起來已經submit了 但是它會出現一個付錢的頁面 然後是要到付錢頁面 付錢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congratulation 然後看到綠色的 看到有一個彩帶的動畫 你要看到那一頁 才是真正的submit your application 然後你就記得就是 你還沒有付錢的話 那就代表了 事情表還沒有還沒有遞交 然後付錢完了之後 事情表才是正式的遞交 所以要注意那個錢沒有付這件事情 然後遞交完了之後 你再回到這個mycollect 這邊你會dashboard這邊 你會看到有遞交的學校 這邊application這邊是打勾的 或是submit的 或是有遞交的 所以這一頁dashboard 你也可以去做確認 看看哪一些學校的生意表 是有成功遞交 哪些是沒有的 好 那這一個commonapp的walkthrough教學就到這邊 如果生意表上面有任何的問題 可以再跟我們說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